加班 加班 加不完的班 加班 液膜 化妝嘴 保濕噴霧 冬季保養好辛苦 蝦蜜 這樣做面子會更乾 你那個蝦蜜 真的有夠誇張 蝦蜜 其實冬天到了 最近都那種皮膚乾癢的狀況 越來越多 聽說那個皮膚科的病患呢 增加了兩三成耶 好像一變天就會變成這樣子 對啊 這概念是一樣 變天好像就是另外一個節奏 尤其像你們男生可能比較不重保養吧 對 其實以前是真的不重保養 尤其運動員 但是後來呢 你真的知道這個重要性 可是運動員那樣擦的香噴噴不是蠻涼的嗎 我覺得這是台灣運動員自己 沒有把自己那種 附加價值出來的地方 你看國外都是Icon 貝克漢 哇 香水這樣 哇 弄 那我知道你只要 你只要都是香的 你只要弄台灣的貝克漢 我還好 我比較偏中田英壽那邊 但是你說你要走一段路線 也得看外型 像哈少遠我覺得 他只有可愛北極熊路線 他就盡量 盡量幽默下去 跟歐尼爾一樣 搞笑下去 對 所以在變天那個季節 相信上班族保養 他們有時候要早起 就是為了要先查一些東西 你說變上班族 如果說他是跑外面的 外務的業務的風吹雨打 做辦公室的冷氣空調 這都是很傷皮膚的 萬一冬天一到 我的天哪 那個手舉起來 下來之後就裂開了 太乾了 對啊 還有那個嘴唇對不對 一定也一邊講換一邊流血 對 真的很誇張 以為還被打有沒有 流到這種程度 今天好好聊聊 因為今天的來賓呢 有這個保養專家 然後也有專業的皮膚科醫師 要來告訴我們 剛好有機會諮詢 一般這種要先掛號 健保卡刷 然後拿那 今天就在你面前了 拿那藥 搞不好藥房都買得到 你就覺得白刷了 今天也被諮詢 好 首先我們第一位呢 她不僅是美麗的女明星 同時自己當老闆娘 我們歡迎葉全真葉子杰 今天是總監了 總監美麗總監 今天身分不一樣 因為跟上班族很有關係的 是 因為其實 我現在也等於是上班女郎 對 妳現在等於要管理 對 所以我自己碰到很多問題 其實是上班女孩子都會碰到的 所以我肺養生的親身體驗 對 因為她現在專研產品了 專研產品 整個腦袋瓜子都是在想產品 怎麼樣去做會更好 換個位置換個腦袋了 換得可厲害了 是 對 好 那麼第二位呢 因為我們雖然冬天皮膚很乾 還是要上妝才漂亮 我們要請到專業的彩妝達人 顧小偉 小偉老師 哈囉 大家好 小偉老師要教我們說皮膚乾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上妝上得美美的 對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在化妝的時候 有一些可能是模特兒或藝人 那他們可能是皮膚比較乾 我們上妝上去可能會 第一個 皮膚會 妝會不貼 再來呢 她會不吃 因為她不吃妝嘛 妝就會不貼 所以這還蠻困擾 可是妳敢明講嗎 誰 像誰的 不是 她皮膚有狀況 妳敢跟她講 妳今天皮膚不好 當然會啊 但是呢 我覺得皮膚有這麼多狀況的 基本上妳平常就要做保養了 不是妳要急救再來做 這是令人用作 對 平常就要注意這種事情 對 那第三位是妳的子弟兵出身嗎 我跟妳講 她卸妝之後就是 看她就皮膚真的棒 我以為妳從卸妝之後就用不去 妳幹嘛變臉那麼快喔 我說 她皮膚真的棒 真的棒 大家都為我素顏豎起大拇指 掌聲歡迎彤彤 今天算就例子囉 對不對 對啊 沒有 我其實也是 雖然是乾妹妹的代表 所以今天特製要來討教妳 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就是大家所有的人 就最想聽她開口講話了 皮膚科專業醫師 朱鵬年朱醫師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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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變天啦 秋冬 妳們自己皮膚乾燥的情況有多惡劣 可以先寫版給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嗯 尤其如果上班族還騎機車上班的話 哇 那不得了 對不對 寒風刺骨 臉上那個皮 我也是那種就是跟Kip一樣 非常那種敏感性肌膚 然後到冬天 特別是像之前在國外嘛 像我每次就一到冬天 欸 紐約真的是大學 看到不行 然後忍氣房 每次一到冬天 我就覺得我變成蛇了 因為全身就包括臉啊 全身都開始脫皮 像蛇皮一樣 對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 撕下來的那種 冬天我就這樣熊 因為好想睡覺 對 所以妳會龜裂這樣子 對 會龜裂 然後就是你看到那個紋 就像一個一個像蛇皮那樣子 很慘 今天就要好好看 怎麼樣可以避免這樣子 欸 男生的話 沒有 因為我們之前做業務嘛 所以都要騎摩托車啊 然後都寒風七雨對不對 然後呢 到公司的時候呢 這下面嘴巴是紅的 然後上面這一塊呢 是有點就是料陪這樣子 然後主管看到妳就說 欸 那個做業務啊 是可以不要臉 但是不能沒有臉見人 然後看 對 就是主管就會直接跟你 主管說得很貼切耶 對啊 你 業務可以不要臉 但是不能沒有臉見人 蹦蹦是滿臉頭皮屑 沒有 因為我剛好跟他們的女生相反 我的臉是屬於非常油的那一種 對 可是我們之前有一個老闆 他的臉就是非常非常的乾 然後他每次在訊話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他的臉上都是脫皮 然後你現在滿臉都是頭皮屑 你根本沒有辦法專心在聽他罵人 下床半人 那這要擦保濕嗎 不知道啊 就覺得他那樣就好恐怖 然後你都沒有保養 然後就像老實講 就是一邊流血一邊罵人 就真的是 我們之前有 之前主管是這樣 我們都叫蛇蟹美女啊 送肥裂開的不能一笑是嘴唇 對啊 其實我不知道欸 像我曾經有裂到 就是鼻子跟臉頰中間這個地方啊 會裂一條線 然後就常常有時候 你就是笑的時候 或怎樣的時候 它一打開 然後有時候會微微流血 那就是傷口了 對啊 然後或者是他有嘴唇也是真的 也是裂到真的是乾到一直脫皮 然後中間這裡啊 一個皺摺的地方 它就會有個裂開 那真的說不想咬 然後就開始會有血流下來 對 而且那時候 你要跟女朋友親嘴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麻煩 很乾淨 你也有親嘴這種困擾嗎 不是說他已經結婚了 你知道嗎 以前啦 以前啦 像小兵 小兵自己是中性 自己是中性 中性膚質所以我還好 中性要被誤解是什麼 中性膚質 中性膚質 對 然後如果有一個朋友 嚇到你知道嗎 對啊 承認自己 我痛心又難受 中性也沒有 中性也沒有 不是那種中性啦 不是 是臉部 就是我有一半乾性 一半是中性 一半是有性 然後但是我一個女生同事 她是 就是她就是蛇皮 她會完全就是這樣白白 然後沒辦法上妝 然後她上半只能戴口罩 然後她只要一抓的話 她就會整個流血 而且她會癢到睡不著 或是陽醒那一種 看到這裡我們來問一下朱醫師 你這邊有專業的皮膚的圖 對不對 對 這個是講這個 呃 這個絕唇乾裂的這個現象 就是說這是比較 這個地方都會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的話 其實是分兩個方面 一個就是說 呃 所謂的皮膚發炎的一個現象 嗯 像這種的 這個就是跟皮膚發炎 會比較有關係 嗯 像剛才那個 宋培就有講嘛 就是說她這個 你這個地方會流血 對 那事實上其實 呃 除了說單純的缺水之外呢 其實有的時候 還是會有合併一些 其他的一些皮膚發炎 嗯 像是臉部最常見的 所謂的 呃 那這個皮膚在發炎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會喪失 它自己自我療癒的一個能力 嗯 跟新陳代謝的能力 所以其實 在外面 最外 外層這個角質呢 其實它是沒有辦法 呃 飽水的 所以你就變成說 新的皮沒長出來 上面又再乾裂 所以它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這樣子 惡性循環一直這樣子 對 可是護唇膏就沒有嗎 這個時候 護唇膏的話 其實它就是呃 強迫你這個角質的部分 含水量特別的多 嗯 所以為什麼就是你護唇膏 幾乎我們看到都是那種 像 像帆士林或者是像那種 膏狀 膏狀這樣子 它就是故意就把它封起來 其實我很常碰到這樣 畫過這樣的模特兒 因為他們怎麼樣 這樣還能畫嗎 他們怎麼樣保濕啊 或擦護唇膏都沒有用 它長眠下來都是乾的 然後都是會裂掉 可是女生這樣感覺好像沒有 不是很加分 對啊 非常扣分 這時候呢 我通常有時候我會用 呃 很厚的護唇膏 再來用就是那個 我們用的 唇膜嗎 不是 護唇膏 我用的那個叫什麼 保鮮膜 喔保鮮膜 對 會把它敷著大概10分15分鐘 然後再把它卸掉 哇那你這是高級化妝師 沒有因為有時候 你怎樣塗唇膏唇密啊 它都是不完美 先做唇膜就對了 對啊 就像護唇膏的時候穿上去 一般來講那種化妝師啊 都是先解凍啊 解凍 對啦 我們就是解凍的意思 就是先把它軟化了 之後我們再把它 再化上去會比較漂亮 才能化 而不是說隨便就是亂塗 不過醫師手畫這一張是 這個 這個就更可怕了 就是說 其實在換氣的時候呢 其實 很多消費者他其實他都會用 就是說 反正一年四季都是用一樣的東西 就對了 那事實上其實秋冬的時候呢 因為 不只大檢測 你的皮膚夠水嗎 現在我們就要來看 好像我們朱醫師這邊有一個 皮膚檢測的運氣 哇這也是 其實上次知道 這皮膚是幾個 天啊 好酷 天啊 大家說我乾 欸兩個分 不要啦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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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氣的時候呢 其實 很多消費者 他其實他都會用 就是說 反正一年四季都是用一樣的東西 那事實上其實秋冬的時候呢 因為天氣突然變很冷 所以你的這個血管會收縮 所以也是一樣喔 就是說 皮膚上面的這個水其實是你的血管帶進去的 那你如果說你的血管收縮的話 就變成講說這些應該有水的這個器官來講 水都會變少 所以事實上在秋冬其實你在擦保養品的時候呢 其實就要擦的比較更滋潤一點 所以其實要換保養品囉 並不是說一瓶 其實就是說 像秋冬 因為現在其實 台灣的天氣其實是 尤其這兩年就是 春夏秋冬 其實 四季越來越分明了 所以其實是 這樣子這麼冷的一個天氣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要用這種比較滋潤的這個產品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我剛剛聽了大家講之後啊 其實我跟QQ的膚質很像 就是 又是過敏型 又是雞乾造型的肌膚 在我以前還沒有開始研究保養品這一塊部分的時候 其實我又因為常常上妝 我想很多女孩子的上班總是要多少擦點妝 應該有這個體驗 應該幾乎每天 他們每天都要擦 那些拍戲的時候 有一些因為 沒化妝那個老闆會扣錢 所以難免都會碰到就是說 還是 比如說冷氣房會有乾燥的問題 那像以前我上妝的時候 那更慘嗎 那可能是很久 十幾個小時 因為拍戲有時候就頂著妝 對 但是其實後來我發現有一個方法 我後來是在中午的時候 比如說人家吃飯 嗯 大概會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但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吃飯半個小時 但是你在吃飯之前 你先用半個小時的時間 嗯 你可以先讓自己卸 這底下的妝 卸半臉的妝而已 用最快的速度 卸完這個妝 休息一下 之後讓它 你一樣 你用基礎的保養程序 再上一遍 然後讓它 你就是讓它再重新恢復到一個 那可不可以卸這邊一半的妝 對 這樣有什麼用 主要是 主要是眼妝嘛 主要是眼妝嘛 所以 眼妝為比較麻煩的是眼妝 如果我們比較容易乾燥的部位 通常是在這兩塊 兩斤 還有鼻子這一塊 對 所以我通常會這麼做 先把它卸掉之後 然後再上一些基礎的 本來的化妝水啦 乳液啦 但是秋冬當然就剛剛醫師講的 我們還是要換 要比夏天 夏天可能有一些化妝水 也許還有一些酒精的成分 因為怕比較黏膩 但是秋冬我們可能就要換一種 可能你在一些保濕 你油脂成分不要挑太多的 因為油脂不能鎖水 我們要鎖住水 要保住那個水 所以保濕成分要高一點 像彤彤的年紀 可能跟上班族比較接近 你有沒有皮膚乾到不能上妝的狀況 我覺得也是一換季 我就會開始過敏 像剛剛講的兩夾啊 鼻子啊 還有我又一個地方是眉心 就是我眉心這邊 因為會癢嘛 然後我就會這樣 又知道不能妝 我就這樣一直定 但這還是沒有用 就是他還是會脫皮 妳都是集中在這 我就差不多就是中間這一袋 然後 後面一直癢 突然長腳出來 喔喔喔 這補腳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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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睡睡睡 就是我會很癢啊 然後加上我們現在錄影嘛 就是大家都用HD在錄 然後你也知道HD是非常可怕 就是毛細孔什麼都看得到 然後我們有一天 就是我們姊姊的妝很嚴格 姊姊不能有大小眼 不能有雀斑 不能有黑眼圈 這樣 太誇張了 為什麼姊姊是天使啊 姊姊就是完完 就是完美了對不對 對 姊姊要非常完美這樣 然後我有一天錄影 我就站在台上 然後那個製作人 就這樣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就不行不行不行 然後就叫化妝師來 然後一直補 一直補 一直補 補到我整個 你知道我這一塊啊 超厚 我整個很像 國具啊 鴿仔機 就這一塊 然後我下來 真的是完全不能見人 就是我們這樣面對面看 你就會看到我這裡都裂了 因為有時候會 越補越乾 然後越補越厚 你講到HD 台灣現在快慢慢了 這六月以後 可能這個 都會變這樣 法案已經過了嘛 那接下來你們上妝 六月以後 你們自己注意喔 真的 HD 你去看美國 連球賽 MBA都是HD的時候 他的毛細孔都看得到 好虛實喔 很多那個啊 在黨法案都是新聞主播 這法案不能通過 不能通過 那個 怎麼記得啊 因為那個是真的會非常清楚 對 所以是進光死真的會 對啊 我問一下我們天團們 換戲的時候 你們自己的這種皮膚保養 你的步驟什麼 我們待會兒 因為現場有專家在 看看你們保養的步驟對不對 我 就是 超懶惰 就不保養的 結果我剛剛特地 靠連心在撐了 不是 我只是就是平常很懶 然後可能坐在電腦面前摸一摸 突然覺得 臉好像有點乾 才想到隨手看一下 拿什麼起來擦 然後剛剛我特地 不補那個唇蜜 就是 超乾 我剛剛很想笑 可是都不能大笑 因為我們腿現在有點緊繃 就乾了 因為很容易乾 現在我們就要來看 好像我們朱醫師這邊 有一個皮膚檢測的儀器 哇 隨身洗澡 朱醫師知道我們皮膚自己 對 同人就問 隨身洗澡 來來 朱醫師請到這邊來 隨身洗澡方便 隨身洗澡方便 這個 可以當作參考 每個人先量一下老師的 好來量一下我幾次 講一下 平安心嗎 老師皮膚好啊 好緊張 好緊張 好自己包手 好緊張 好肚子都打 好恐怖喔 32 32 這樣是 中低的 天竿 天竿 對 就是因為今天在這裡 對 對 天竿 我怕人家出我竿 你量我這裡 15啦 好意思 我還要用一下 好緊張 緊張囉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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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 三十三 你還比我 我低調 原來 稍微高一度 好 我們上班族來一下 來 愛抱怨 愛抱怨 來來來 你知道他號稱愛抱怨 看他到底有多 好 看他好不好 好來看 朱醫師眼光白的位置 上幾個燈幾個燈 他有三十九 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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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不保養 不保養 他是不保養 小兵 不過小兵年輕啊 你害羞什麼 嬌羞咧 你是三十二 三十二 你跟老師一樣是對你的 可是 可是老師跟黑人的這個年紀都跟 就是我們都是比較 年紀比較年長一點 對啊 所以你這樣子畫一下 所以是乾妹妹 所以是乾妹妹 但是我年紀最大 照理來說 我應該選份流失最多 我三十二稱讚真的不差了 拍手 拍手 厲害了 她好吃啊 發紅了 我會講 裝潢 等一下就去卸妝給大家看 因為洗臉這個感覺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開始 對 如果你洗臉沒洗好 你後面講什麼保養都不對 我們問一下葉子姐 因為你長期化濃妝拍戲 你的洗臉有沒有特別的秘訣 所有的保養程序 最重要的是清潔 你如果清潔不徹底 其實你回去做都是白費的 但是很重要的是 有一個概念是 你卸妝加洗臉 最好在三分鐘內完成 不要多 三分鐘 為什麼 我知道 廚房的火沒關 她們有點 她們有點 剪掉 剪掉 很奇怪 對不起 好 反正就是要 為期待三分鐘 為什麼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呢 所有的洗臉產品 基本上不管是褻妝油 還是洗臉的 結岩露什麼的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界面活性劑存在 那界面活性劑基本上就是讓 主要是讓我們 油水融合 把它順利帶走的地方 的那種成分 但是呢 這種成分我想很多女性也都知道 我們盡量讓 不要讓它停留在臉上 越久越好 會 停留的話乾掉會刺痛 因為它也會連你自己 皮膚本身的 都帶走了 也一定的帶走 溶解帶走 這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要 要以最快的速度 那第二個原因呢 要輕柔一點 因為你在按摩 很多人一直說 我要按摩 我要多按摩 邊清潔多按摩 就可以什麼血液循環什麼的 但是要小心有一點 因為我們的皮膚 這個部分醫生會更興趣 但是我稍微 只要講其中一段就好 就是說我們皮膚裡面有一個 細胞 細胞的一種 我們中間有一個 表皮層中間還有一層 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 分子釘 哦 那個 那比較 我們拿得少是你在講講 分子釘 很專業 它就是那種 其實皮膚中間有一些分子 它是幫你把一些水 好專業 好厲害 就好像我們大家手牽手 在這中間我們就把水給牽住了 哦 那你如果太用力的搓揉它 其實它會讓它這些 不然它結構的 它會斷裂 斷裂之後其實你是鎖不住水了 你只能輕輕的 所以很多人有時候 像你會流失了膠原蛋白什麼 都是因為你太過用力的搓揉 或是你太長時間 像卸妝洗臉 我們天天要用的動作 所以越輕柔越好 把自己的臉當成一個雞蛋一樣 輕輕的 輕輕的 要呵護它 你們清潔啊 也來分享一下 小斌妳都怎麼清潔 其實我就跟剛剛講的 我就是 我很快速 就一分鐘內解決所有事情 哦 越快越好是不是 對啊洗一洗洗一洗 然後那個 就洗澡的時候一起洗 就是把那個臉蓬頭直接插著 就是因為熱水嘛 就是直接這樣高度的關係 直接下下來 所以就 你這是男生的做法 對啊 你是從軍校出來嗎 還是剛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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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她有鬍子 真好 所以你們 你們聽到她這樣洗臉方法是對的嗎 嚇死了 沒關係 沒辦法 像我自己就是像葉子姐說的 我也是就三分鐘內就是結束她 因為真的 因為我也知道說像洗面乳跟卸妝油 都有些面活性劑 然後再加上其實就是清潔保濕 本來就很重要嘛 可是我有一個比較偏激 我是用冰水洗臉 對 沒有就是用那個水有沒有 我沒有把她弄溫水 我是用一般的就是冰水 因為我覺得這樣可能可以刺激毛孔 讓她收縮 收縮 你不會幹嘛 冰敷的那種感覺 也不至於到冰敷啦 就是冷水 可是像到冬天其實也是冰敷的意思 可是她這樣子不是毛孔就縮起來 然後髒東西都縮進去 就洗不掉 問你熱水好不好 問一下 問一下 對啊 可能毛細孔越洗越大 那個皮膚啊 可是上面一些 其實不是說那個大的毛孔 上面一些小的一些孔洞 事實上是很小的 其實不會說像 有宋肥這樣講的 就是說那個髒東西會卡到裡面去 不是很小很小的 那這是小的 那大毛孔 大毛孔那個都很 靠毛孔 那可是皮膚乾淨 沒有其實我們的皮膚上面本身 它就有一層油脂 是保護跟保濕的作用 那如果你今天用很熱的熱水呢 你會把這個油脂洗掉 洗掉你的皮膚就會變乾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皮膚狀況 是屬於油性的肌膚 你可能用的溫水 可能水就溫一點點 可能是三十七八度吧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多餘的油帶走 那如果你是乾性 我就不建議你用太過於熱的水 用太熱的水 你就完全就把你的那個油脂帶走 給人的皮膚華洋闊明 竟然都是泛泛泰德 那泛泛泰德我覺得是算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然後我就像你們公司的小姐一樣 本來她自己覺得 還沒有一點沒用過 她已經塗在我臉上了 好 拿下的時候 男生有這種男性用的洗面子 然後女生溫和重心乾淨 可是男生好像比較不在乎這個 沒有吧 因為像我洗澡 就是一塊肥皂洗頭洗澡洗臉洗衣 都是那一塊 這種是苦過來的你知道嗎 那個肥皂還滿大塊的 餓的時候還咬一口 哇 拍出來 那都是油做的 沒有 以前都用水晶肥皂 哇 巷頭肥皂師也還洗過 天啊 美其藥 對耶 像我老公還美其藥皂 對啊 妳老公就苦過來 真的是 其實我覺得洗臉用品 清潔用品的選擇主要是 大家要很清楚自己的膚質 是屬於什麼樣子 不過我覺得現在我們洗臉洗乾淨之後 接下來就是保濕的程序 我們看一下這一場呢 我們的上班族們 你們有一些做保濕保養的程序嗎 我是面膜 我是每個禮拜都會敷欸 每天 每天嗎 如果帶 今天有帶 有嗎 一個很厲害的方式就是 我們當敷面膜的時候 我會把眼膜先貼上去之後 再敷面膜 因為我覺得這一塊最乾嘛 然後它這樣子也可以滋潤到大膜 這塊是中性肌膚 不過在成分上面的話 因為大部分的這個廠商 其實它會把主成分寫上去 但是詳細的成分它會用英文標在下面 我們又看不懂 對 那一般其實廠商不可能說 把這個防腐劑就會直接寫上去 說寫添加防腐劑 它不可能會這樣寫 所以在英文上面呢 其實你只要看到它有所謂的那個 parabine的成分在的話 其實就是要說它有放防腐劑這樣子 不好意思 什麼字 什麼字 剛剛醫師所說的 它是一種防腐劑的一種 那比較常添加在保養瓶裡面 或化妝瓶裡面 所以你看到有那個字 parabine parabine 那個是一個成分的名稱 對 那其實它有一些類似的成分 但是它的尾巴其實都會寫這個字 對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個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稍微小心一點 但是就是說其實有些 誠實的廠商它會寫進去 但是不代表說你一定會過敏 那怎麼拼 可是你說變成這種 parabine怎麼拼 你要知道幹嘛 我可以看嗎 如果我不知道parabine怎麼拼 就算拼 寫在上面你也不會拼 我們後製上好了 後製上 可是照注意是這樣說 可是外面賣的商品它當然要防腐 要不然它 所以有人說自己BIY自己做面膜 這種好嗎 這個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要非常的小心 就是說你的那個成分上的拿捏 要特別注意 像有些人他會覺得說 果酸可以換膚 所以我放這個放特別多 結果就讓你的臉就灼傷了 對 會灼傷 對 因為像那個果酸換膚也是那種 慢慢灼傷 然後後來開始結痂 脫皮 對 我們那個服裝師的助理就是 上禮拜有看一直帶果酸 有有有有 他臉整個爛掉耶 這麼嚴重 對 就因為結痂 我以前當兵的時候也弄過一次 聽你說果酸的東西 它其實如果你自己買回來 要自己敷的東西 它如果是強的比較濃一點的 你大概 十天敷一次就好了 如果你想要再加自己敷的話 那如果有一些保養品呢 它裡面有添加一些果酸 然後酸類的東西 那一種東西呢 你可能 擦個五天 休息個三天 這樣子你皮膚的角質 不會被一直帶走 擦五天就要走 總會一句話 不管是一些方 火雞或果酸 但是在保養品難免會遇到 你沒有辦法避免的 但是它有一些是合格的 就是你可以合理的添加在裡面 因為它必須要達到那個效果 可是我說有一個方法是大家 你們在購買保養品的時候 其實一定要有個方法 就是你要先測試 敏感測試 在哪裡 在這邊 脖子這裡 對 你們先測試一下 看自己會被過敏 有沒有敏感反應再買 千萬不要 就很莽撞的買了之後 然後就試了 然後就豬頭 你說突然症會怎樣 過敏呢 你看看有沒有過敏的症狀 有的話 你基本上你可能就是 對它的某一些成分 可能是有一些敏感的 因為我想要請問一下 對啊 那如果說像男生 就是真的保養品很麻煩 頂多就差 我是聽我朋友講 他說建議說直接男生 就壓個化妝水這樣子 然後他是保濕這樣子就OK了 男生好像不做這些 沒有啊 真的就是沒有 因為男生就是不保養了 沒有就是 你饒了他嗎 還是那其實是你 沒有嘛 就是洗個臉之後 就擦個化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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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說是你朋友 假的 真的啦 可是有時候 我朋友就跟我說 他擦了會刺刺的不舒服 你用哪一排 那這樣子擦化妝水 到底是不OK的 如果只擦化妝水 那個比較好吸收 對啊 我個人就是 在洗完臉 第一件事就是金斬花 我看到小時候 金斬花 金斬花 這個美好才知道 金斬花先弄在臉上 然後再開始 我要告訴大家 我覺得你今天如果要擦化妝 化妝水的作用 第一個 它是有再次清潔的作用 因為它裡面有介面活性器 那介面活性器 這個東西呢 今天是在化專業名詞就對了 沒有 這個我想要告訴觀眾朋友 你要怎麼樣去區分有這個東西 第一個因為它要把油跟水混在一起 所以一定要介面活性器 再來呢 如果你裡面有香精的話 你用吻的 如果香精越濃 它裡面的介面活性器要越多 所以傷害你的肌膚是越強的 所以這好沒有香味 這是女生常用的香香味道的 因為女生很愛香料 對 那越香的 你可能用到的介面活性器是越強的 所以我們在判別的時候 我們先聞一下 臭的就比較好用 沒有味道 誰要做臭的 我們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條船 這樣子 因為有一些知名的國際大廠 它也是有香味的 那其實香味這塊部分有分香精 精油跟花水 或天然的 或花水萃取 那這個就很重要 像香精 就是像那個蕭老師剛剛講的 千萬不要 盡量不要去買 可是一般市民怎麼變別啊 對啊 就聞一聞 香精還是 就用聞啊 我跟妳說用聞啊 你們那些不能聞 我說啊 因為我們聞我們也聞不出來 你知道香精跟天然的我們聞 如果是天然的 天然的呢 它的味道不持久 它絕對會放香精的 所以你聞香精如果很香的 你就盡量太香就不要去買 太香的太香 其實原則上就是不要香味 不過小V手上拿的那一瓶 我試過 這是叫保濕噴霧對不對 對我想要問說就是 因為其實我平常 就是不是很懶得保養嗎 可是有時候就會覺得臉很乾 然後我覺得在公司放這個噴霧 就是沒事的時候 就噴一下啊 我覺得越噴越乾吧 就是越乾 那只是暫時性在你的表皮 你噴完了之後呢 它整個又被水分又被帶走 當帶走的時候 你的皮膚會越來越乾 你們化妝完 你們會噴一下這樣子定妝嗎 我們是定妝 那如果噴完化妝水 我們絕對後面會用精華液 或者霜狀的把它鎖水 所以像我洗完臉 然後只拍化妝水 然後拍完化妝水 平常又只有補充這個水 就是越來越乾嘛 還好你年輕啊 你差不多在30歲以後 應該就知道後果 被你到我這個年紀你就知道了 因為像那種老一輩的人 然後他們都會講說 如果皮膚真的很乾 擦乳液也沒有用啊 就是拿凡士林擦一擦 做最脂的 因為所以大家無論最好 雪芙來 凡士林真的好用 雪林之類的 對啊 絕對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凡士林它是用礦物油做的 如果你擦上去 你會堵塞毛孔 你的皮膚會更糟 凡士林拿去擦別的地方吧 你沒問啊 但是有一些化妝品 保養品裡面還是 一些國際品牌 還是會放一些 醫療級的凡士林在裡面 因為為了達到就是 有比較順 比較柔啊 比較順一點的觸感 這個品牌賣的還蠻貴的喔 我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男生其實基本上都是很 就是比較懶 而且也比較不會花很多時間 不重視 對對對 那就是因為我臉 臉部常常會有一些問題嘛 所以後來有一天我就在看電視的時候 然後他就 就是 吳彥竹就出來 就跑出來跟我講說 因為你值得 所以呢 所以你就去買了嗎 所以我就去買了這一瓶 因為想說 只要每天洗一洗呢 我就會變得像 像吳彥竹一樣 我找對代言人很重要 對 真的 像這樣子一瓶啊 如果說它是不是真的就是 八百種功效 它就可以那個 是不是只要用這一瓶就夠了 all in one 我們問一下老闆娘 就所有功效都放在一起 所以說三合一五合一這種 可能嗎 其實有可能的 但是它會有點複雜 你不要逼我講得太難懂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它可以做得到的 因為我們最喜歡的就是譬如說 很簡單 防曬加保濕 對 所以真的用這一瓶就可以變 無焰柱嘛 媽媽還可以用得力啊 對 你還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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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讓我開玩笑的 宋肥你這個人真功夫 我開玩笑 我平常私底下都會這樣跟他開玩笑 所以你有沒有玩笑 有嗎 有 我覺得男生真的就是跟女生比較起來 他們真的不注重 對 就是你會覺得有點傻眼 因為我們其實 他上面明明都寫不是嗎 我們講究的其實就是時間 對啊 越快越好 然後譬如說回家 回家就是趕快這些步驟 馬上做完五分鐘內弄完 趕快可以看電視上網 真的 早上呢譬如說你們可能 女生我覺得蠻慘的 調鬧鐘好像調比我們快一個小時 對 至少一個小時 然後我們就是掐得剛剛好 對 會掐得剛剛好 而且希望你三分鐘之內 就會變成希望你值得 所以沒有all in one的對我們很重要 所以all in one一定賣得最好 不過我相信吳彥祖 他應該不會用這麼短的時間 就造就那張臉 對啊 不可能 所以我還是建議你還是要 就按照步驟來講 花點時間吧 可是有突發狀況 臉上換油光 用自由麵汁會更高 真的假的 冬天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用那個洗油麵 然後就是一直洗一直洗 然後反而好像到後來就是 有突發狀況 譬如說急救 就突然間你知道紅腫啊 然後突然間 可能真的有乾燥或是變天的話 有沒有什麼特效的東西啊 有啊 就倒針所打針啊 打針有保濕啊 打什麼針 真的啊 打那種高濃度的那種美白針啊 對啊 現在也是 高濃度的 保濕呢 是美顏針嗎 它是打臉上嗎 這個有用嗎 沒有 你多到他們的那個 是打全身的啊 打IV 打全身 對 就全身的 對 就打血管 那那個我們都打很多啦 那一針下去會怎麼樣 會怎樣 因為它是直接靜脈吸收 所以它是全身都會有改善 包括背上長痘痘啊 那個也會 那是要調另外一些成分進去 就長痘痘的會有另外一種 那一針這樣要多少錢 大概 好像兩千多塊吧 打一針就好了 會變白針嗎 白針也有 一點點滴這樣 所以多久要打一針啊 要看不同的膚況跟狀況這樣子 那我們平常保養的話 多久打一針就好了 平常的話大概差不多是 一個禮拜打一次 那如果說是有狀況的話 等一下 那個是不是也是歐影外 就是我打一針 然後也會變五針 還可以歐影外 沒有這種針 怎麼會變六針啊 皮里有沒有那種急救的方法 因為像秋冬來講嘛 我本身很容易過敏 那我一定選全天然 它裡面現在所有 現在市面上 有沒有雷公根 仙人掌萃取 然後又那個玻尿酸 維他命C 背很久 我沒有背 因為我自己有才用 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皮膚才這麼來 你說那仙人掌怎麼來的 美白的 萃取液啊 有這種東西來仙人掌萃取 有有有 有它就是天然萃取的 它會比較 天然的 像我剛剛講的有一些 像光是香料 它就有分香精 精油 跟萃取 花水萃取 那當然最好 成本最貴也是萃取的部分 因為它需要的量是最大的 所以這個是真的好用的 真的好用 適用於什麼 就是急救 就是你急救 你臉很乾的時候 你就可以敷這個 那有一些人 如果皮膚真的很乾的話 就不用隨行 你可能就用化妝棉把它擦掉 就OK 然後再直接上保養品 然後一個禮拜 大概用個兩次 就很OK 可是我男朋友 他超經典的 他還是屬於 剛剛Rey講的內型 Rey講的內型 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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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講錯 Rey講的內型 Rey講的內型 可以叫我彥祖 他就是他的嘴唇 也是乾裂到不行會流血 可是他覺得那是一種悶的感覺 他是覺得那是一種滄桑感 他連護唇膏他都不用 然後他也是肌膚超乾的 你可能都會看到裂痕細紋什麼的 可是他最喜歡 那你這樣還愛他嗎 真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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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愛他嘴唇流血 不一樣的感覺 他很喜歡 他覺得最快跟最緊急 可以急救的方式 就是到廁所 然後就是拍一個水在臉上 他覺得這樣子好滋潤 可是就 感覺越來越乾這樣 可是拍水沒有用嗎 這是最急救 而且最經濟實惠 不用花錢的方式 可是沒有用嗎 這個沒有用吧 拍水 你拍水 然後不要擦乾 一直這樣撐著就好 對 你有沒有什麼急救方法 我的急救方式 也是像葉子姐講的 我很少敷脂的面膜 就是面膜脂 你用膏啊這樣搞膨脂 對我幾乎都是敷動膜 凝膠狀的那種 而且就是敷完隔天起來 上妝就會變得超好上 就是比一般面膜脂的效果 還要好 因為凝膠式面膜它比較 它是整個服貼在你的皮膚上面 對 而且全部都Darrent會弄到 不會有 對 其實現在很流行晚安面膜 晚安面膜 對啊 就是你睡覺前用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你可以先把 所有的精華保安筆先上過之後 我們再用晚安面膜 把它敷上去 再睡覺 這樣你隔天起來就會變得非常 但是油性肌膚不適合這個 因為起來更油 會長痘痘 對 晚安面膜 可以跟老闆講說我要 晚安面膜 對啊現在市面上 大家都有 什麼叫晚安面膜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晚上肌肉 可以敷得睡覺嗎 一整晚喔 對 那今天有個機會 醫生還有葉子姐 好不好 開放一下 我想問曉薇老師一個問題 就是 皮膚乾 然後擦乳液又長痘痘 然後不然的話就是油性肌膚 那難道油性肌膚就不會脫皮嗎 你是乾性還是油性啊 我自己有時候乾有時候有 我就覺得很麻煩了 就是乾的時候擦乳液 因為它感覺容易長痘痘 可是如果 又感覺自己如果皮膚油不管它的話 又不知道它到底會不會脫皮 應該是油性才會長痘痘 那 我回答你這個問題好了 乾性的人呢 它是缺水跟缺油 油性的人呢 它是缺水而已 所以當我們的乾性肌膚的人 你要補充油跟水 一定要補充 再來油性的人 當然就是補充水就好了 不要再補充油 如果你今天再補充油 它會越補越油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容易長痘痘 油性是不能用那卸妝油 絕對不行啦 油性盡量啦 那我想 那我想問一下 像我是比較偏油性肌膚的 然後所以說有時候 冬天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用那個吸油面子 然後就是一直吸一直吸 然後反而好像到後來 就變得有點乾了 對啊 錯話它就叫蔥油餅了 沒有啊 還可以加個代表 好毒喔 蔥油餅 吸到後來反而覺得 怎麼有點乾乾緊繃的感覺 可是有一些應該是會更油才對 真的嗎 今天如果你吸油面子 一直不斷的在吸 不斷的在吸 你告訴我們的皮膚說 我現在缺油了 缺油了 一直把它吸乾了 最後它會一直剩油 不剩油 最後它會一直冒油 出油 像我啊 保養程序都做的 就是都做了嘛 那如果我有一天 沒有擦保養品的話 自己的皮膚會有治癒的能力嗎 醫師這個問題 其實有可能會有影響 對 因為你已經平常都已經習慣 這麼好的一個環境 那突然沒有的話 其實你的皮膚的這個 恢復能力的話 會變得比較遲鈍一點 這樣子 這樣保養就算是去保養 對 不可以 最中斷 我有一個問題 我要問我們葉子姐 因為像藝人 維持這樣子的身材 所有女明星都不敢吃任何油脂 很瘦 可是好像說 皮膚好也要有一點脂肪 對不對 像我自己 我自己個人本身 我會很喜歡吃一些 像 不吃肉是不行的 但是你可以挑一些比較 膠質比較高的 比如說 肯雞腳 豬皮 雞腳 我很喜歡吃豬皮 豬皮 今天你只要水燙一下就好了 豬皮 然後 豬腳 不會沒那麼恐怖 而且 豬皮 豬皮超好吃的 不含膠質 然後吃豬皮 市場的時候老闆 小吃那個 白五吋豬皮 對 你去吃小菜就有了 然後 豬腳 雞腳 雞皮 這都是有那種膠質成分 對對對 還有一件事情 可以推薦給大家 就是如果真的想要減肥 想要保持好身材 又想要有好的皮膚的話 就是盡量吃 但是多運動 因為運動它讓你的新陳代謝 那就是你看起來像高冬生的原因嗎 對 然後你的皮膚就會自然幫你有光線 還好啦 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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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們小美老師有一個牌子 要跟我們做分享對不對 好 我最後來結語一下 好咧 還不然咧 好 好啦 其實我們換季也要保養 那這保養有一些小秘訣就是 其實我們在保養呢 第一個 剛才 愛保養有說 保養你要從分子小的開始 第一個就是化妝水 再來呢 分子再小的就是精華液 接下來就是乳液 最後就是乳霜 你只要做對這幾個程序呢 你的保養就會非常的好 所以你上面寫化妝水 化妝水 面膜 不是這樣 可能要再加我剛才說的那幾個 化妝水 化妝水 然後呢 精華液 乳液 再來越濃的就是霜狀的 越放後面 越放在後面 越放在後面 因為它的分子會越大 對 那再來呢其實噴霧式的東西呢 其實我們不要常噴 除了你要噴這個東西呢 你後面一定要做一個鎖水的動作 精華液或者是乳霜的東西 還有鎖水 對 水分鎖在你的皮膚裡面 小薇老師 鎖水就是指水分還在臉上的時候 就要趕快擦乳液把它 對 如果你今天只是噴而已 噴完之後它馬上 你原本的水分都被帶走了 對 那最後呢 保養也是要 保養也是要換劑 我剛才說的 嗯 那保養要換劑呢 其實我們 每一個人肌膚不一樣 有乾性的 有油性的 那如果你是乾性呢 通常我們在春夏的時候 我們會用可能只是個霜狀或精華液 到夏冬天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就要用霜狀的 那油性的呢 我們在選擇的時候 盡量不要選擇裡面的油脂含量太高 可能油脂要越低越好 因為油性的人可能是外油內乾的 嗯 對 朱醫師好像也要給我們叮嚀對不對 對這個 換季清潔的小秘訣 剛才其實也有討論到 就是清洗水溫其實不可以過高 過高的話 其實就會把你臉上的一些 像葉子姐剛才講的那個分子丁啊 還有其他一些蛋白質 全部都把它洗掉這樣子 嗯 那但是太冰的水其實 老師在 耿耿於排他32的事件 哈哈哈哈 好啦 三三給你 好啦好啦 你把我內的三三剪給他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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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就是臉部不可以過度清潔 像剛才有講就是所謂的 像深層清潔的這個卸妝油啦 或是說這種 有所謂有揉珠的這種 洗面乳其實就比較不適合這樣子 去腳 裡面有顆粒的不行嗎 那個太MAN的那個其實不適合 不要天天用啦 因為他弄鼻頭啊 他說鼻頭粉絲可以被他搓揉掉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清潔產品要適合個人的膚質 男生的歸男生的 然後比較年輕的青春期的男生 熟女 親熟女 其實用的東西也是會有點太多 其實我覺得換氣 今天節目聽完以後 我們真的 天氣要翻身分 對 真的要注意自己的面子問題 對 今天我覺得我們也看到 夜景現在有不一樣的身分 那也預祝你的產品可以大賣 幫助更多人皮膚更好 對 希望很多女孩子曾經跟我一樣 傻傻奔奔不懂得保養皮膚的人 現在都可以用比較自然健康的方式去保養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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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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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